我同意了周玉的请求 不是因为心软 而是 我不想再留在家里 放眼惊成 能立刻给我一个家的 就只有萧府了 萧婷和重伤后一直未醒 嫁给她 比在家里看那些丑陋的嘴脸好得多 翠娟坐在我边上 骂周玉没有良心 我笑了 人往高处走 她选择嫡姐 不要我 是人之常情 周玉是嫡姐宋清和的表哥 家事很好 为人也端方清润 而我 只是个未卑命苦的庶女 我和她在外人眼里 是天差地别的存在 原本 我和她也不会有交集 但去年的上元节 她突然送了我一盏莲花刀 还说早就注意到我了 言辞间 都是对我的爱慕 她俊朗清高出身世家 我虽觉得不真实 但还是生出了赦念 如果能嫁给她 于我而言 是飞上了枝头 高攀了 可后来我才知道 周玉之所以来找我 是因为她听道士说自己将有大劫 需要一个命格硬又属虎的女子党灾 于是我就成了她的选择 现在她的灾去了 又高中黄榜 虔诚似锦 当然不娶我了 可是 您也不能嫁给萧将军啊 他要是死了 您就要守寡 他要是活了 听说 听说她凶起来能吃人 我扑吃笑了 点了点翠娟的额头 圣上点名让嫡姐去冲喜 你觉得 我有得选吗 我早知道 父亲舍不得让嫡姐去冲喜 最后一定会让我去 正因为如此 我才期待周玉今天的求亲 能帮我解了困局 但现在 挺好 嫁给谁不是嫁呢 因为是冲喜 所以婚事办得很仓促 从小定到成亲 不过半个月 出格那天 周玉隔着门帘 给了我一把扇子 她说 将来如果遇到难处 就让人拿着这把扇子去找她 但我离开时 将那把扇子丢在了桌上 将来我就是要饭 也不可能去找她 轿子颠了几下 便到了萧府 因萧婷和是镇国将军 所以府里倒很热闹 入耳的都是恭喜 我被送入洗房 自己掀了盖头 便看到了躺在床上的萧婷和 她脸色苍白生气暗淡 但纵然这样 却仍能从她刀削式的眉眼中 看出她往日的威严和俊朗 听说她身中数箭 被抬回来的时候 血都快流干了 换成普通人 肯定活不下来 可萧婷和却一直撑到了今天 长得真好 如果就这么去了 也太可惜了 我坐在床边 忍不住俯上她的眉眼 他们都说我命硬 能挡煞 希望对你也有用 前院的宾客散了 伺候萧婷和的嬷嬷来交代我 照顾萧婷和的细节 我一一记下了 今日擦过身子了吧 听完嬷嬷的话 我忍不住问道 今日大喜 一早就给将军擦洗过了 不过明日开始 这些事都要夫人做了 嬷嬷说完这些便走了 我松了口气 还好今天不用给她擦洗 明日明日再想办法 我将萧婷和的手从被子里抽出来 轻轻给她揉着胳膊 嬷嬷说 每日都要这样按一按 这样萧婷和的身体才不会僵硬 左手也有剪姿 难道她是左撇子吗 我一时好奇 又拿出她的右手 右手也有 难道是用双刀? 手指倒是很长 不知道握刀时 是什么样子 按完手 我又掀了被子给她按腿 她的腿也很修长 就算半年没动 大腿依旧囚境有力 不过 她腿上有很多刀疤 横七竖疤 看上去很可怖 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郑国将军 也不容易啊 你睡吧 以后我睡软踏 但如果你醒了 可别因为惊讶房里多个人而杀了我 我是无辜的 我取了衣裳去沐浴 出来后擦着头发 视线忽然一顿 她手怎么在被子外面 我刚才没放进去吗? 我在床前站了许久 但她的手没有再动过 我又将她的手放回被子里 夜里倒很安静 但我睡到半夜又惊醒 盲开了房门喊嬷嬷嬷进来 可是 将军有事 嬷嬷问我 嬷嬷 我朝床上看了一眼 有些为难的小声问她 将军需要 小姐吗? 嬷嬷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大约是对我的问题有些无言 人活着 就会要截手啊 我愣在原地 夫人 这些事一开始是羞涩 可是熟能生巧 再说 您和将军是夫妻 怕什么 嬷嬷离开后 我坐到床边 看了一会儿萧婷和 这种事 再熟 我也不可能生巧的 要不 你忍忍 我给她礼了礼被子 明早上会有小司来照顾你 交代完我刚转身 压了边角在她枕头下的杖子忽然散开 将床照得严严实实地 隔绝了我的视线 我愣了愣 没多想便去睡了 第二天 我则去前院给萧家的人请安 萧老夫人以前是郡主 嫁给安国公后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叫萧婷义 萧婷和是次子 安国公不管俗事 每日释花弄草斗鸡遛鸟 是京城有名的纹库 问安认亲的过程并不温暖 萧老夫人让我站着 训了我足足一个时辰 倒是萧婷义的儿子萧爵很可爱 五岁的孩子规矩学得比大人都好 回到房里 萧婷和已经洗漱过了 我坐在她床边休息 你家里人有点凶 我低声和她道 老夫人莫名其妙训了我一个时辰 要不是我在家时嫡母也常让我罚战 我练出来了 否则揭我耳朵都要长茧姿了 也真有本事 没用的话能说那么久 我将她手抽出来揉着 你长得不太像你母亲 她可没你好看 你像国公爷吗 不过我皆没见到她 听说她一早出去遛鸟了 你爹真嫌 你大嫂还暗示我 说你喜欢的是她堂妹 叫什么荣月 喜欢有什么用 你重伤 她怎么不来冲喜 害了我这个无辜的人 等你将来醒了 你要认清她是薄情人 别闹着要我走 娶她进门 如果真要我走也行 你少说得给我 我去取了算盘来 认真算了一通 少说得给我二十万两遣散费 否则我是不会让位的 就做那个棒打也鸳鸯的原配 我正按着 感觉她指尖好像动了一下 我愣住 你能动 我问她 她没有反应 我又道 你若能听到我说话 便再动一动回应我 她依旧没有反应 我看错了 要不你晚点行也行 我还没适应你家 如果你醒了像你母亲一样每天训人 那我岂不是更累 哎 没本事的人 到哪里日子都不好过 三日回门 我一个人带着东西回去 萧老夫人讲究 排场做得极大 我看着一马车的礼 让车夫停在巷口 扯了几袋子值钱的东西交给翠娟 拿去卖了换钱 翠娟左肩一袋右肩两袋小跑着走了 我这才回了娘家 一进门 我便看到站在府廊下的周玉 她看见我便快不朝我走来 青央 这两日过得可好 萧府可有苛待你 我朝周玉回了礼 笑盈盈道 我过得很好 不劳你操心了周玉面色惭愧又悲苦 怎么会好 是 是我欠你的 你想多了 我的夫君极好 长得好 话还少 我深看她一眼 她一正 叹了口气 你果然还是怨我 我摆了白手 不想和她多说 青央 擅自你怎么没有带走 她追了我几步问道 周玉 我回头望着她 如你所愿我已替嫡嫁去了 你现在又来和我说这番话 是何意 想旧情不断 还是让我做出强的红性 青央 周玉错愕地看着我 满面薄红 所以 以后见到我就避一避 实在避不开 就请称呼我为萧二夫人 旁的废话一概不要提了 我拂袖走远 周玉却依旧站在原处 回门是要在娘家用午膳的 但我不想因为讲究那些虚理而委屈自己 所以放下了礼就准备走 父亲训斥我 你若走了 回了萧府也要被人看不起 父亲 满朝文武谁家没千金 圣上却独让您的女儿去冲喜 到底是谁被人看不起 你 父亲蹭一下站起来 你翅膀硬了 敢和我这样说话 以前我当然不敢 因为我还要吃他的饭 现在不用了 我自然就敢了 有的瞧 过了就该拆 那我就更不留了 免得让您听到更难听的话 我出了宋家的门 带着翠娟在外闲逛了一会儿 吃了我想了数年的红艳楼苏鸭 小姐 嫁人还挺好 翠娟吃得满嘴的油 我笑着道 不是嫁人好 是有地位好 回到萧府 萧老夫人将我拒之门外 不用我请安 府中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很轻蔑 我并不在意 只是眼神而已 房内 萧婷和依旧沉睡着 地龙烧得太热了 我将她被子接了半截 萧将军 我接自己回门了 萧老夫人好面子 给我娘家送了两颗百年的人参 他们可不配吃 所以我拿去换钱了 我将在街上随手买的一个琉璃制的坠子放她手里 这是用换来的钱买的 算是给你分的钱了 我和她并排靠着 给她摇着扇子 打亮着她的睡眼 你比周玉好看多了 我俯着她的眉眼 周玉接儿竟来拦着我 我觉得 她是看不起你 竟对你的夫人说这样轻薄的话 所以 将来你醒了 作为男人 你应该教训她一顿 揍得她满地爪牙 还有我嫡母 嫡姐 以及嫡姐养的那条狗 那破狗每回见我都呲牙咧嘴的 你也帮我教训一顿 在娘家时 我不敢对她们怎么样 现在嫁了人 我虽得了小小的自由 可想报复她们 腰板还是不够硬的 算了 你一直这样躺着也挺好 若你不想我做你夫人 又嫌我碍事 杀了我怎么办 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我爹是 周玉事 我估计你也是 我就不对你抱很大的期望了 我刚说完 忽然发现一直握在萧婷河手里的琉璃静碎了 我忙将她的手摊开 检查她的手有没有受伤 捏碎的吗 我打量着萧婷河 醒了 我收拾完碎片 喊嬷嬷去请大夫来 一会儿功夫 房里挤满了人 在众人的期待中 大夫摇了摇头 将军没有醒来的迹象 萧老夫人很失望 便拿我出气 你脑子不好 眼睛也不好使 我也不敢回嘴 任由她训了一会儿 萧大夫人半真半假地给我解围 弟妹是来冲喜的 盼着弟弟行 也情有可原 哼 真当冲喜有用了 萧老夫人怒着往外走 圣上就是病急乱投医 弄着某个小门小户的进来 闹我的心 房里所有人离开时都用眼封扫我 等他们走远了 我赶紧关上房门 说得好像我愿意驾驶的 谁还不是圣命难为了 我嘀咕着 你娘不敢说圣上 就拿我出气 我还看她不顺眼呢 我坐床边 给萧婷河捏着手 有本事给我二十万两让我走啊 又不敢 就会窝里横 哎 我又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只会窝里横 关上门我谁都敢骂 可是门一开 你家扫地的丫鬟 我都不敢得罪 因为我命苦啊 要不是我聪明 我都不识字 既然不想养我 为什么要生我 我爹这人 连条狗都不如 狗还知道护犊子呢 不过 刚才的琉璃是怎么睡的呢 难道她醒了 却假装没醒 故意装睡 萧将军 我凑上前 细细观察她的眉眼 等了一会儿 我又挠了挠她脚心 我刚才说了什么 让她捏碎了琉璃 再说些狠话 她会不会还有反应 萧将军 我趴在她耳边道 你的钱 我知道放在哪里 今晚上 我就偷了 没反应 萧将军 我继续道 我 我要去找周玉 和她私会 让你颜面无光 萧将军 你再不行 我就要亲你喽 亲了我还不对你负责 看你怎么哭 她手指动了动 我眼睛一亮 又道 萧将军 你是不是要小姐 我我帮你啊 我话刚落 她的手猛然攥紧了我的手 萧婷和的目光很锐利 冷冷地看着我 将军 你真的醒了 我赶紧邀功 我先自我介绍 我叫宋青央 是给你冲喜的夫人 我一嫁来 你就醒了 你和我都是极有福气的人 我笑得很和气 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福星 将军真是风度翩翩 勇猛不减 萧婷和看了我许久 正当我以为她不会说话的时候 她却忽然道 出去 行 我迅速出去 忽悠听她喊我 叫我家人过来 是 是 我硬了 出去喊她家里人 转瞬间 府中所有人都涌到院子里来 我站在翠娟房间的小小窗口前 打量着外面 小姐 将军会赶咱们走吗 会 以萧婷和方才对我的态度 我觉得她不是个会感恩的人 咱们现在还有多少银子 加上陪价和接卖的东西 一共有一千六百两 远远不够 你现在出去 逢人就说因我冲喜 萧婷和醒了 小姐 将军会相信是因为您冲喜 所以她才醒的吗 也有可能是被我气醒的 翠娟立刻就去办事了 我琢磨一下 决定回去 有的功劳必须领 房间里挤满了人 哭笑声不断 萧婷和倒是很安静 忽然她的视线穿过人群投到我身上 众人也顺着她的视线看向我 我盲红了眼眶 掉了几滴眼泪 将军醒了 真让人高兴 萧老夫人深看我一眼 又对萧婷和道 这是护布送大人家的姑娘 你若不喜欢 明就送她回去 萧婷和皱了皱眉 我累了 你们都出去吧 萧老夫人没说话 带着一干人等 又如潮水似地退了出去 我赶紧捏着帕子上前 乖巧地喊她 将军 你饿不饿 可不可累不累 这会儿又规矩了 她看着我 似笑非笑 我一直规矩地 我笑着道 我在娘家就是出了名的乖巧 你知道我是怎么醒的吗? 她问我 我摇了摇头 确实不知道 可能连大夫也不清楚 被你拨算盘的声音吵醒的 她道 那得亏我拨算盘了 我笑了起来 将军和我都是有福气的 萧婷和腻着我 这话你说第二遍了 我硬是 我说的是实话吗? 说我爹闲 说我娘兄也是实话 将军还是喝点水吧 我起身给他倒水 递给他 还有没有别的需要 照顾你目前是我的责任 他看着我没有回我 我被他看得有些慌 但表面不敢露半分 你父亲是户部浙江清丽司左侍郎送场 我笑着点头 话多 倒是向他萧婷和果真不好相处 难怪外面的人都说他太过端俗 其实他年纪也不大 今年才二十二吧 说话行事竟比我爹还老成 怎么不说话了? 他问我 将军想我说什么? 我坐在他床边 皱眉道 要听听外面的事吗? 要我从哪里开始说 他深看我一眼闭目休息 没再理我 短短一日 萧婷和因我冲喜而醒的消息 在翠娟的努力下 已是满城皆知 我放了心 这样萧婷和应该不会随随便便就撵我走 萧府很热闹 圣上甚至亲自来了 皇后娘娘还赏了我一禀欲如意 夸我是有福气的 我还见到了神出鬼没的国公爷 萧婷和声得果然像他 这一夜萧婷和不许我睡在他房里 让我小厮来 这里不用你搬走就搬走 那软踏 我睡得还腰疼 一夜好眠 第二天一早 翠娟推醒我 小姐 那个荣月小姐来了 漂亮吗? 我忙起身穿衣服 急着想看一眼 我漂亮还是她漂亮 翠娟有些为难 我假装路过 在外扫了一眼 荣月非常漂亮 个子高挑 身材风鱼 容貌名艳 原来萧婷和喜欢有风韵的 我琢磨了一下 决定不去正屋 以免被荣月比得更肃淡之嫩 听到哭声了吗? 我贴着墙偷听 二十万两遣散费 有希望翠娟神色莫名地看了我一眼 二十万两遣散费和萧二夫人 您选哪个? 选择权不在我 我想了想 但我选二十万两 萧婷和又不喜欢我 我才不愿意和她耗一辈子 二夫人 隔着门 嬷嬷喊我 将军请您过去说话 我皱眉 喊我去干什么? 难道还要我看着他们恩爱? 我特意换了一身更肃淨的裙子 连头拆都去了 看上去楚楚可怜 我去了房里 萧婷和靠在床头 荣月坐在我平时坐的凳子上 眼睛红红的 显然是刚狠狠哭过 将军有事找我 我柔声道 夫人 送荣小姐出去 萧婷和道 我暗暗惊讶了一下 盲笑着英士 荣月不满 曾一下站起来 冲我发脾气 我不走 要走也是你走 她发脾气时也漂亮 像一朵艳丽的牡丹花 美得很吸引人 荣月 二哥哥 荣月跺脚 除了你我谁都不会嫁 不然 我就剃头当姑子去 我有夫人 也不会在那妾 萧婷和看向我 过来 要不 我先出去 你们再聊聊 我贴心地道 萧婷和没说话 但她的眼神却震慑了我 我一步没感动 荣月推了我一下 你说一个架码才肯自动请离 十万两够不够 二十万两 我搓了搓手 萧婷和盯着我的手 磨牙 送青秧 你敢 三十万两 荣月道 外加一间宅子 只要你点头 我立刻让人将银票和房契送来 我张了张嘴 萧婷和忽然冷笑道 宋青秧 你哪只手拿她的钱 我就剁了你哪只手 我将手收回袖子里 请荣月出去 荣月气得剁脚 提着裙子跑了 萧婷和冷冷地看着我 你刚才动心了 她问我 我只擅长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撒谎还需要再练 将军 荣小姐的建议 其实是双赢 萧婷和靠在床头 抱着手臂看着我 双赢 你懂得还真不少 我怕她生气 想给她倒茶 但又怕她泼我脸上 于是就坐下了 将军 你们情投意合 爱而不得 如果将我打发了 你们不就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萧婷和绷着脸 嘴唇的线条都像一只利剑 这是这刻 我第一次体会到 人们所说的杀气 我缩了缩脖子 青出于蓝 胜于蓝 你比宋大人还油滑 多谢您夸奖 萧婷和揉了揉眉心 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 我没走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索性说透得好 她年纪轻不会被气死的 斗胆问一句 将军怎么看待您和我的婚事 萧婷和放下手 目光悠悠地投向我 我也问一句你 你是怎么看待你和我的婚事的 竟是反问我 将军天人之姿 如果能选 我当然愿意被您喜欢宠爱 琴瑟和明恩爱一辈子 可将军您不喜欢我 我也不想在后宅荒废一生 所以 所以什么 他问我 所以 如果能给我三十万两 二十万两也行 我愿意为了将军的幸福 牺牲自己 萧婷和看着我 笑了 萧婷和将我赶出来了 翠娟吓哭了 一两银子也不给 就赶您出来了吗 我皱眉 她比我想象的空门 方才她很生气 说她只有丧偶 没有休妻再取的可能 让我死了这条心 她竟为了区区三十万两 连心爱的女人都放弃了 我叹了口气 萧婷和果真是靠不住的 我刚说完 隔壁房间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我和翠娟都吓了一跳 又等了一下 萧婷和的长髓来喊我过去 我去了隔壁 萧婷和坐在桌边喝茶 一身藏青长袍 趁得她眉眼更加锋利 将军找我 她递给我一个匣子 我不解 打开了匣子 随即被里面摆的东西惊住了 银票 她捧着脸 三十万两 给我 你要赶我走了吗 我语调不自觉地轻快起来 但立刻反省了自己 又迅速红了眼眶 哽咽着 将军要赶我走了吗 萧婷和揉着眉心 很头疼的样子 不要和我装 我只好用衣脚擦了擦眼泪 抱着匣子坐在她对面 这银票是你的 萧婷和看向我 但不是赶你走 你既进了萧府 做了萧二夫人 那这辈子就都是萧二夫人 我可以走 我告诉她 送清秧 我给她倒茶 示意她喝一口 萧婷和没喝茶 而是深吸了口气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拿着钱好好做你的萧二夫人 否则 我可以立刻丧偶 我抱紧了匣子 告诉她我选第一个 你明白就好 她语气沉沉的 我垂着头坐在她对面 她不许我走 我肯定暂时就走不了 毕竟以她的能力 我就算是逃了 她也能立刻找到我 所以 为了以后 我必须立刻表态 将军 拿钱走人是下下选 其实我真心愿意做萧二夫人的 我在娘嫁就是一个小庶女 吃不饱穿不暖 还要被嫡母罚能嫁给您 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所以你做梦想嫁给谁 萧婷和忽然问我 我正低头看银票 闻言错愕地看向她 什么? 我和你计较什么? 她起身 我盲跟在她身后 夫君 以后你就是我夫君了 夫君慢些 我扶着她坐下 又为她牵了被子 她看着我左手抱着的匣子 又看看我没说话 我小心问道 夫君 我要搬回这个房间住吗? 萧婷和被敲了一下 以全底唇咳嗽了几声 随你 我想了想 那我和翠娟住 免得挤着夫君了 萧婷和看向我 眉头抖了抖 我向她行了礼 高兴地抱着匣子走了 下午 我和翠娟 将钱存到了钱庄 小姐 将军为什么给你钱 还不让你走呢? 不知道 但拿钱办事 以后我会做称职的萧二夫人 那将军要是和您原房呢? 您同意吗? 同意啊 我买了些灵嘴 又给萧婷和带了一些 三十万两呢 你认为我哪里值这个钱? 翠娟很高兴 那以后我们有家了吧? 还真是 我们暂时有家了 回到萧府 我去给萧婷和送灵嘴的时候 荣月正从她房里出来 看见我 她突然上前来 猛然扇了我一耳光 宋青央 你不要以为二哥哥喜欢你 他只是可怜你而已 冲喜的人是你还是别人 他都会留下来的 你没什么特别的 荣月说完便跑走了 四周的丫鬟婆子看我被打 也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摸了摸火辣辣的脸 一抬头便看到萧婷和正在不远处 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我将手里的东西递给她 夫君 给您买了灵嘴 萧婷和眉睫 只看着我的脸皱眉 不疼吗? 我笑着道 不疼啊 萧婷和抿着唇 忽然拂袖转身回了院子里 我跟在她身后 也不知道这灵嘴 她是要还是不要 不等我跟着她进房里 她的房门就先一步关上了 我只好回翠娟那边 疼吗? 当然疼 我自己冰着脸 竟还提醒我 什么萧婷和只是可怜我 谁冲喜她都会留下来 就她聪明 别人都笨 我看她才笨 抢男人就只会哭哭啼啼加跺脚 这么久都没让萧婷和动心 最没用的就是她了 小姐 要是您也有爹有娘 有哥哥撑腰就好了 今天怎么也当场折了她的手 翠娟咬牙切齿道 不要做白日梦了 每次被打 你都要说一遍 四五岁的时候 我和嫡姐对打过 明明是嫡姐的错 但父亲和嫡母 却将我在房梁上 吊了一夜 那夜我就知道 没本事的时候 不要逞强 但被欺负的仇我得报 荣岳近日都住在大夫人那边 我在翠娟耳边低语了两句 翠娟点了点头 包在奴婢身上 这里不同家里 你一个人不行 对咱们两个一起 夜里 我和翠娟忙活了半夜 下半夜摸黑去荣岳院里 她房外守着婆子 我们在门口蹲了一个时辰 婆子终于醒了 提着灯笼踢踢踏踏去截手 上 翠娟提着一个布口袋 迅速跑进去 推开房门 将口袋里抓到的十几只老鼠 全部丢进去 而后关上门 啊 救命 听到荣岳的叫声 我和翠娟满意地往回跑 但我们大意了 忘了这里是国公府 而不是宋家 巡逻的婆子小思 听到叫声就出现了 我和翠娟躲在墙角 不敢乱动 小姐 要是被抓到了 我们会被赶出去吗? 虚 我捂住翠娟的嘴 但已经迟了 有人冲着这边吼道 谁 谁在那边 我蹲在地上 拍着后背 踩着我 翻到围墙那边去 翠娟踩着我爬上去 她骑在围墙拉我 我刚爬了一半 翠娟的脸忽然扭曲了 怎么了 看见鬼了 我回头 就看到五六步外 萧婷河副手而立 绷着脸正看着我 夫 夫君 我朝着她挥了挥手 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小思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萧婷河朝我走过来 提起我 轻松越过了墙头 翠娟也被萧婷河的长髓 低溜着离开了墙角 风扫在耳边 我仰头望着萧婷河 她下河如刀锋般 端肃又严厉 我缩了缩脖子 夫君 你好有本事 真厉害 少和我话言巧语 萧婷河踢开房门 将我放下来 她扶袍落座盯着我 站好了说 其实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只是抓了几只老鼠 送给荣小姐玩 我小声道 我悄悄抬头看了一眼萧婷河 她又在捏眉心 过了好一会儿道 你可真是好人 大半夜送老鼠给她玩 我没敢接着说话 宋青央 你要再和我没半句真话 我就军阀处置你 我说 她白天打我 但我不敢打她 可又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 所以 为什么不敢当场打回去 她问我 我立刻选择坦白 因为我现在吃的是她的饭 因为她是荣月 而我只是宋青央 萧婷河没说话 但我听到外面有小厮在向萧婷河回饼老鼠的事 萧婷河看我一眼 自顾自去洗漱 一刻钟后 她躺在床上 波澜不惊地看着我 睡过来 啊 我错愕地看着她 夫君这么着急吗 有点猝不及防 而且你身体还没好 宋青央 萧婷河打断我的话 又深吸了一口气 少废话 让你做什么就做 哦 下午 才和翠娟讨论圆房的事 没想到 晚上她就三十万两 果然不好拿 我躺下来 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豁出去地道 夫君 来 来吧 话说完 却并没有等到萧婷河进一步动作 我悄悄睁开眼看她 就见她似怒似笑 又似是无奈的表情 怎 怎么了 我有些为难地给她解衣领 我 我不太会 这事儿要你出力 闭嘴 她面颊微有薄红 拨开我的手 我不会碰你 呼 我犹如劫后余生 常常松了口气 但又有点不放心 毕竟男人在房中事上说的话都不可信 我悄悄往外挪了一点 又挪了一点 你再挪就掉下去了 萧婷河 不等她说完 我半个身子就掉出去了 她丢了书 将我捞了回来 宋青央 萧婷河撑着胳膊 低头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夫君 神 什么事 萧婷河破天荒地笑了 连声音都带着笑意 你在乱动 打断腿 我不敢乱动 那你晚上真的不碰我 她不看我 你在说话 我就不敢保证了 我赶紧翻了个身睡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床上了 我正要起床 丫鬟婆子推门而入 一六排地端着脸盆和衣裳候着 二夫人 奴婷们伺候您起身 我惊讶不已 这还是我嫁来后 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悄悄问翠娟 荣岳昨晚可来找过我 翠娟点头 将军作证了 说你昨晚一直和她在一起 让我睡她屋里 原来是这个用意啊 吃早饭时 萧婷河坐在我对面 她吃相很斯文 细嚼慢咽 不急不慢 夫君 这些丫鬟婆子是您吩咐的 这是二夫人应有的待遇 不用我吩咐 萧婷河沉声道 你喜欢吃什么告诉他们 院子里的事 往后也都交给你 她说着 让云鹤进来 云鹤又捧了一个匣子给我 二夫人 这是二房所有的家当和钥匙 都交给您保管 我错愕地看着萧婷河 行 夫君信任我 那我会力所能及地回报你 萧婷河脚步顿了顿 出了门 这么多东西都借走了 整理了萧婷河的家业后 我找来二房的管事 二夫人 管事笑得很尴尬 大夫人说 说都是一家人 二爷又没成亲 所以我笑了一下 看不出来萧大夫人还是个爱占便宜的 萧婷河库房里 但凡指点钱的东西 都被她借走了 如今二房的库房就是个空壳子 你将大房和别处借走的东西 列个清单给我 管事忙去办事 晚上萧婷河回来 我将白天列的清单拿给她看 她有些意外 你整理的 嗯 你的库房已是空壳子了 萧婷河扫了一眼清单 又还给我 你看着办 想要就要回来 我挣了挣 你让我要 那你要帮我撑腰 她深看我一眼 嗯 我给你撑腰 行 我挽着袖子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萧婷河失笑 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不许打架 她还是不了解我 我报复别人都是婉姻的 因为正面我不敢 第二天 我就去找大夫人要东西了 大夫人先是打官枪 说到后来便翻了脸 闹着去找萧老夫人平礼 荣月也帮着她 姐妹两人朝我一个 那就去找老夫人平礼 我率先往外走 既然萧婷河给我撑腰 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闹了一下午 我大获全胜 但萧老夫人为了给大夫人挽回面子 寻了我错处 罚我跪在院子里 萧婷河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跪了半个时辰了 她直接越过我 进了房里 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能走吗? 她问我 能走 不疼 我笑着道 回去后 我去洗漱 回来时 听到萧婷河在和萧婷义说话 萧婷义苦笑 碧妹小小年纪却泼辣得很 往后家里要不太平了 萧婷河没说话 萧婷河 你真喜欢她 她有什么可喜欢的 长得虽漂亮 但也不是万里挑衣的 喜欢就是喜欢了 萧婷河打断萧婷义的话 大哥也提醒大嫂 都是轴礼 还是互相尊重的好 若真的闹起来 大家脸上都无光 你 你还真是那么多女子想要嫁给你 你一个都不喜欢 竟看中了这么个小丫头 萧婷一叹了一声 走了 萧婷河说完推门进来 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便去洗漱了 我低头擦着头发 脚尖踢着掉在地上的腰带 脑袋空空的 不冷 她忽然出现在我身后 盯着我的脚 我一慌 盲藏了脚在裙子里 又因太慌了从凳子上倒栽下来 宋青央 萧婷河将我提着放到椅子上站着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我忙不迭地道 想夫君啊 她一愣 随即笑道 花言巧语 因要东西的事 得罪了大房和萧老夫人 好几日 萧老夫人都不让我去请安 我也乐得自在 腊八节那天 宫中送了请柬 皇后娘娘请一干外命妇入宫饮宴 晚上 我有些慌 睡前忍不住问萧婷河 有什么禁忌吗 比如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什么人能结交 什么人不用结交 萧婷河放下书望着我 圣上膝下三位皇子年岁相差不大 前朝和后宫都分了派系 明日去 你只要跟着母亲 尽量不开口就好 行 我认真想了想 那既分了派系 夫君您拥顿谁 我和宁王一起长大 关系比较近 他的能力在三位皇子中也最出色 他顿了顿道 宁王妃有女诸葛的美称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一一记下了 第二日一早 府中便套了两辆马车 萧老夫人和大夫人一辆 我和荣月一辆 一上车 荣月便质问我老鼠的事 我自然不承认 你不要得意 二哥哥他根本不喜欢你 当初不管谁嫁过来 二哥哥都会我打断他的话 荣小姐 你要真喜欢萧将军 就该多花点心思在他身上 赶走我 他就会娶你了 他被我问得愣住 多用点手段 我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除了放狠话 你是一件有用的事都没做 荣月错愕地看着我 后面一路都没有再开口 宫中十分热闹 三品以上的告命夫人 以及家中小姐都在列 开了十几张桌子 做得满满当当的 我一出现 许多人都好奇地打量着我 四周怯怯思语声不断 是个庶女 命真好 这下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上的台面 小门小户的庶女有什么见识 萧将军为人太正了 就该送她回娘家 我端茶喝着 认真听着皇后说话 圣上一直位立太子 倒不是因为她犹豫不定 而是因为 先前有过一位太子 是已是孝端皇后所出 先皇后死后 圣上娶了如今的皇后 皇后入宫的第二年 生下了三皇子宁王 宁王十几岁时 先太子轰逝 东宫之位便一直悬而未绝 在皇后身侧 坐着的是梁妃 皇后说话时 梁妃的表情很有意思 虽是笑着 但眼底却满是不屑 梁妃是二皇子晋王的母妃 在梁妃对面坐着的则是淑妃 淑妃的儿子是齐王 也是三位皇子中年纪最小的 最得圣上喜欢的 祝九祠说完 场面就更热闹了 大家各自找着熟悉的人说着话 唯我这里最冷清 所有人见我都绕着走 有人在我身侧坐下来 凤眼长眉身材高挑 通身都是大家闺秀的气派 给您王妃请安 我起身行礼 宁王妃热情地拍了拍我的手 你我就不要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 宁王妃含笑道 你也知道 你家夫君和我家王爷好的四一个人 我笑着英事 宁王妃又道 往后得闲 就去王府找我说说话 我比你年长两岁 你若不嫌弃 喊我姐姐吧 宁王妃坐过来后 我周围的人也多了一些 宁王妃左右逢圆 说话得体又周到 这是萧二夫人吧 梁妃携着湘风走过来 今年几岁? 瞧着年纪很小呢 我回她 回娘娘的话 今年十六了 可看不出来 瞧着跟十三四似的梁妃捏了捏我的脸 真是水灵 梁妃话刚落 忽然她一侧的汤丸 不知怎么倒了 她唉呦一声站了起来 提着裙子怒怒看着我 萧二夫人这是对本宫不满 我皱眉 宁王妃也站了起来 皱眉训斥一侧的宫女 你做什么呢? 毛手毛脚的 还不快给娘娘赔礼 宫女吓得磕头认错 庶女就是没规矩 梁妃没心思留下来 瞪了我一眼 带着人走了 没事了 宁王妃拍了拍我的手 有我在 你不必怕我看向宁王妃 笑着向她道谢 回去的时候 萧婷和在宫外等我 梁妃接训你了 一上车 萧婷和便问我 吓到了吗? 这点是吓不到我 再说 我是萧二夫人 只是汤泼她裙子上而已 接我就算拿汤泼她脸上 她也不敢真问我的罪 我当时没辩驳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你倒看得透彻 萧婷和轻笑 但却没有否决我的话 见到宁王妃了 见到了 也说了话 我顿了顿 宁王妃果真名不虚传 萧婷和看着我 挑了挑眉 夫君 以后我也能仗势欺人吗? 我凑过去 挽住她胳膊 笑着问她 萧婷和被查枪了一下 我赶紧取了帕子 给她擦嘴 你想欺负谁? 她笑着问道 还没对象 总之 我很想这么做 我很认真的道 若真想仗势欺人 明面上也要站立 让人说不出话来 萧婷和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给她捶着腿 心里十分雀跃 恨不得现在回娘家 将我嫡姐的狗钝了 然后将她嫁个傻子 做萧二夫人的好处果真不少 萧婷和腻了我一眼 就挣了点儿出喜 到家后 萧老夫人喊我们一起用晚膳 刚坐下 她就开始向萧婷和告状 她当时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变 平白让别人看笑话 每个人眼里的笑话都不一样 萧婷和起身 我以为母亲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她牵着我便往外走 我忙提着裙子 颠颠地跟在她后面 萧老夫人拍了桌子 至于骂了什么 我是一句没听清 萧婷和心性坚韧 轻易不会被其他人改变想法 所以在这个家里 我只要八戒讨好她就行了 夫君 你没吃饭 我去小厨房给你煮面条吃吧 我追上她 眼巴巴地看着她 她腻着我 巴结我 不不不 是因为夫君对我好 所以我也要对夫君好 她轻笑 小厨房嫌少用 翠娟生火我擀面 煮个面条 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等端去书房时 我竟从虚掩的房门缝里 看到了荣月 萧婷和坐在椅子上 背对着门 荣月则靠坐在萧婷和的腿上 搂着她的脖子 贴在她的怀里 满腔柔情地喊了一声二哥哥 小姐 翠娟要推门 我摇了摇头 将军有事 不要打扰她 这一夜 萧婷和没有回房 第二天早上 翠娟将我推行 小姐 将军一早送荣月小姐回家了 现在府中都在传 说将军先将她送回家 过些日子就会上她家提亲 哦!我翻了个身 和翠娟道 看来我们有机会去江南了 小姐 翠娟有些委屈 我笑着道 想想 那可是风景如画的江南 你不激动 翠娟没说话 这天晚上 萧婷和下崖后 直接去了书房 我特意炖了汤去找她 将军晚饭吃了吗? 我炖了汤 你喝些 萧婷和本来闭目靠在椅子上 文言睁开了眼睛 静静看着我 萧婷和没有喝汤 随手翻阅着桌上的文书 宋青秧 你有在乎的人和事吗? 我点头 有啊 我现在最在乎将军了 他合上手里的文书 抬眸看着我 我有点心虚 要不 你先喝汤 我炖了很久的 他揉着眉心 放下吧 我还有事 你可以出去了 我其实有话想问他 但看他的态度 便不好再打扰了 第二天 嬷嬷将鸡汤原封不动地从他书房里端出来 到了 我无所事事地在房里拨算盘听响 下午听到他下牙回来 我又去找他 他依旧淡淡地 但却将这个阅岭的俸禄都交给了我 将军自己不留些 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再找你拿 他低头做事 你去休息吧 我还有事 我心里闷闷的 但又说不清是因为什么 隔了几日 宁王妃请我和萧婷河去做客 宁王妃和宁王成亲三年还没孩子 但宁王对宁王妃很好 后院连个侧妃都没有 您忙您的 我四处走走就行 萧婷河和宁王有事要说 而宁王妃又很忙 我便无所事事地在后院闲逛 我一会儿就来 宁王妃说着便走了 我往外院走着 打算去找萧婷河 穿过一道脚门便是外院 我没看到萧婷河 但却见到宁王和他的幕僚 站在府廊下说话 他们说什么我没听清 但表情似乎很凝重 见我出现 两人停了谈话 幕僚朝我行了礼就告辞了 转眼到了新年 萧府很热闹 我和翠娟上街去买焰火 问了几家竟都卖空了 最后打算回去时 竟遇到了周玉 你要买焰火吗? 我铺子还有些存货 我拿给你 周玉拦着我道 不用了 我夫君会给我买的 我绕开他要走 周玉却追着我好几步 和我并肩而行 清秧 我知道萧婷河对你不好 她还和那个荣小姐不清不楚 清秧 我现在每天每夜都在后悔 当初不该让你替嫁 其实那天我真的是去求亲的 但是我见到了姨母 姨母让我说服你替嫁 因为你是庶女 萧婷河如果不醒 国公府不会留你在家 如果萧婷河醒了 她也不会让一个庶女做她的正事 更不会停妻再娶 所以她一定会先休了你 她说 只是略兜个圈子而已 你最后还是会是我的人 我停下来看着她 好奇她在想什么 清秧 你不要怕 有我在 我带你去江南 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我刚要说话 就看到萧婷河与宁王策马过街 朝这边走来 但她没有停留 只是淡淡看了我一眼 便走远了 我顿时没了说话的兴致 也不再想要买焰火 大年初二 外命妇都要入宫拜年 银十四刻 我便随着萧老夫人和萧大夫人候在宫门外 以你这样的身份 是配不上二爷的 还是主动请离得好 萧大夫人拢了拢斗篷 我没理她 专注地看着栩栩打开的宫门 跟在各位夫人身后入宫 路上 由小内侍急匆匆出来 见到我们又忙退避在一侧 我扫了一眼对方脚上的鞋子 跟着人群进了昆宁宫 昆宁宫里比上次还热闹 皇后主持大局 梁妃协助在侧 淑妃今日不在 宁王妃坐在我斜对面 看见我她微微汗手 不如上次热情 我低头喝茶 耳朵里听着各路传来的话 近卯时的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错乱的脚步声 我放了茶中出门 一只脚刚踏出门槛 脖子上便是一梁 我低头看了看脖子上的刀 又抬头看向对面拿刀的人 我不认识 但她穿的是雨林卫的紫袍 我后退 在后退身后 传来此起彼伏的妇人们的惊叫声 以及皇后的呵斥声 都老实待着 谁敢乱动 我的刀可不认你是娘娘还是夫人 没有人敢动 店门被从外面关上 是雨林卫 他们想干什么 张大官 你想法子从后门出去 想办法去通知圣上 就说宫中生乱了 众人七嘴八舌 张大官在皇后娘娘的吩咐下从后门出去 但一斩茶后 她的头被人从外面丢了进来 如果有人再敢妄动 这就是下场 偌大的昆宁宫 一时间鸦雀无声 死一般的寂静过后 便是呜呜叶叶的哭声 皇后娘娘脸色煞白地坐在椅子上 梁妃也一改先前的张扬 六神无主地端着茶钟 茶水不断从晃动的茶钟里溅洒出来 齐王逼宫谋反了 不知是谁小声说道 娇良平 梁妃突然摔了茶钟 她竟敢造反 她好大的胆子 娇良平是淑妃的闺名 而齐王则是淑妃的儿子 有人将淑妃娘家的嫂嫂推了出来 娇妇人摊坐在地 吓得只会重复说 她不知道 现在主要是圣上的安危 宁王妃站了出来 开始主持大局 他们圈禁我们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挟满朝文武 所以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我们 而是圣上和另外两位皇子 王妃不愧是女中诸葛 一言道破了当下的关键 有人赞道 那怎么办 要尽快给圣上报信才行啊 宁王妃在殿中来回走动 所有人都安静地等着她想对策 忽然 她将视线投向我 萧将军今日陪在圣上左右 不如让萧二夫人出去报信吧 大家又都看向我 有人问她怎么出去 我有办法送萧二夫人出去 只要萧二夫人敢 江山安危 我们这么多人的性命全系于此 她不敢也得敢 有人道 一时间 大家议论纷纷 我将手里的茶钟放下来 看向宁王妃 我不想去 宁王妃自己去吧 你去最合适 别人去萧将军都不相信 宁王妃道 那我也不去 为什么 宁王妃皱眉 事关我们所有人的性命 你怎能逃避责任 你来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朝着宁王妃招招手 宁王妃走到我面前来 我在她耳边低声道 我这个人既胆小怕事还贪生怕死 你不该拿我的生死开玩笑 宁王妃一愣 我抄起桌上的茶壶 猛一下砸在了她的额头上 她一愣 身体晃了一下 倒在了地上 我趁着众人愣神的功夫 迅速将她拖去墙角 用碎瓷抵住了她的脖子 这一次 人群的喧哗声 比刚才羽林卫进来时还要大 宋青秧 你发什么疯 来人 将这个疯女人拿下 人群往我这边涌 我坐在墙角掐着宁王妃的脖子 萧老夫人喝道 宋青秧 你想过后果没有 快放开宁王妃 想活命的 都闭嘴 我道 宋青秧 你想干什么 皇后娘娘拨开人群 站在最前面 质问我 不想干什么 只是为了活着 我看着皇后 你可知道 萧婷和与宁王的关系 皇后咬牙切齿地道 你这是将她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萧老夫人气得直晃 骂道 蠢妇 萧将军的事我管不着 但你想要我的命就不行 皇后脸色大变 众人也是一脸不解 梁妃忽然上前来问道 萧二夫人 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皇后 所谓的齐王谋反 真正的始作俑者 其实是皇后和宁王 以及宁王妃 殿中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向皇后 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是皇后 梁妃提醒我 如果你有一石二鸟的方法 你做不做 我问梁妃 梁妃也是聪明人 立刻明白了我在说什么 你简直胡说八道 皇后怒道 皇后娘娘 如果我没有猜错 此时此刻 圣上他们也应该遇到行刺了 打的依旧是齐王的名号 皇后和宁王 假借着齐王的名义造反 今天他们只要杀了晋王 杀了圣上 而后再将囚在宫中的女眷大多都杀了 只留三五个 到时候 有幸存的女眷作证 那么 齐王就算长了一百张嘴 也说不清楚 更何况 他们可能压根不会给齐王辩解的机会 没出现的淑妃和齐王 很可能已提前畏罪自杀 用一件事既除了两位皇子 又不用背负谋反逼宫的骂名 皇后和宁王他们 可谓是机关算尽 在我看来 杀女眷有三层用意 一则 今日震慑牵制朝中大臣 二则 杀谁 留谁 能用谁 都有深意 三则 可用皇后 宁王妃以及他们娘家人同样被囚甚至死亡 来洗脱宁王的嫌疑 在我的话说完后 殿中所有的声音 像是被吞噬了一般 鸦雀无声落针可闻 良妃迟疑地 缓缓地转过去看着皇后 她说的是真的 皇后自然反驳 但良妃也不傻 这店中的妇人们也都不傻 有人点拨后 他们自己会思考会判断 你什么时候察觉的 宁王妃醒过来 问我 我们第一次见识 你抽了擦手电 打翻汤碗 让良妃训斥我 我低声说碗 宁王妃轻笑 你看到了 却不动声色 使我小看你了 我不说是因为不值得说 是因为我不知道萧婷和什么态度 不如不说 那今天呢 宁王妃问我 进宫时 我看到了宁王的幕僚 上次去府上做客时 曾远远见过一次 她做内饰打扮 一闪而过 当然 最重要的不是幕僚 而是你宁王妃睁开眼看着我 血忽着眼睛 她表情猙獰 我 你太着急了 皇位和性命危在旦夕 你竟不慌不乱 我信你不怕死 信你稳重有大智慧 但我不信 你会不怕失去 即将失去在乎的东西 无论是谁 我认为都不能从容 譬如我在乎生死 譬如梁妃在乎儿子 而足智多谋的宁王妃 她在乎的东西 就是皇位 呵 呵呵 宁王妃笑了很久 又忽然歇下来 宋青秧 我承认我小看你了 可是 你坏了萧婷河的筹谋 她不会放过你的 还有 那位就在外面 只要我大叫一声 他们就会立刻进来 杀光你们所有人 我环顾四周 那可不一定 我冲着嘈杂的人群 沉声道 想活命的 就按我说的做 今天这一屋子的女人 都注定要被杀 既然都是死 为何不死前拼一把 我让他们用所有能用的东西 抵住门窗 将四周到上游 火把插在中间 做完这些 外面守着的那位 才知道里面发生了变动 但已经迟了 他们想要进来 可要花费些功夫 我让大家捆了皇后和宁王妃等一干人 你们冲进来 至少需要一盏茶的时间 我贴着门 冷笑道 有这个时间 皇后娘娘和宁王妃能死十次 昆宁宫的火能烧到屋顶 都是死 有皇后娘娘和宁王妃陪葬 我们不亏 外面的人迟疑了 他们会听吗 梁妃问我 无所谓听不听 只要他们会去思考就行 我低声道 我们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等外面的事有个胜负 如果 如果宁王赢了呢 你不要忘了 萧婷和在帮宁王 梁妃提醒我 那就死吧 我抿着唇 我们没得选 梁妃点了点头 好 好 萧老夫人沉默地坐在一侧 再没有开口 等殿内安静下来 萧老夫人来问我 你和廷和商量好了 没有 我淡淡地道 你 你糊涂 萧老夫人怒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老夫人应该了解你儿子 她为人端肃正派 就算想要帮宁王谋敌夺位 也不可能用妇人做妖邪 萧老夫人一正 沉默了一刻 她低声道 外面那么多内卫 你做这些也是徒劳 话音刚落 窗外一声巨响 有人开始用木桩冲撞窗户 大家慌乱起来 梁妃站在窗口喊着 如果再砸她就点火了 外面的人有些迟疑 但过了一刻又开始砸 我叹了口气 如果今天真的死在这里 也算我倒霉了 可惜那三十万两 我没命花了 轰的一声 窗户被从外面撞开 慌乱中火把掉在地上 火苗腾一下点着 窜了起来 撩了沙帘烧上房梁 店内哭声一片 就在这时 外面响起了打斗声 下一刻 萧婷和带着人冲进了昆宁宫 萧婷和安排好萧老夫人 带着我出了昆宁宫 她停在我面前 上下打量我 有没有受伤 我俯了俯裙子 摇头 她深看我一眼 忽然在我面前蹲下来 将军 我再动打断腿 她道 我不敢动 她将我裙子掀起一些 便看到我烧破了的裤脚和烧伤的脚踝 刚才火势太大 我躲避不及被烧到了 这叫没受伤 不疼吗 疼 我说着 忽然觉得后怕 鼻尖发酸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又觉得尴尬 忙用袖子擦了 嗨 还好 不算疼 她起身看着我 重重叹了口气 能走吗 她问我 我点了点头 跟在她身后 刚走了两步 疼得撕了一声 她转头看着我 问道 能报吗 我错愕地看着她 不等我回答 她一道 多余问你 下一刻我就被她打横抱了起来 周围许多人看着我们 萧婷和也不管 静止去了太医院 也没有说多余的话 放下我便走了 处理好伤后 我打算自己回去 没想到太医留着我 萧将军说 让您在这里等她一起走 我在太医院等得乏了便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听到萧婷和正在问太医会不会留疤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 她松了口气 醒了 她扶着我坐起来 宫中的事处理好了 是想现在回家 还是在等等 我问她什么时辰了 她回我此时 那回家吧 我要自己走 她却抱起我便往外走 我也不敢乱动 任由她抱着 夜晚的皇宫很安静 仿佛白天的乱象从来没有存在过 只有萧婷和不轻不重的脚步声 我借着微弱的月光 打亮着她的脸 她目不斜视 并不看我 宁王妃的头 是你打的 她声音淡淡的 但却有种令人心安的沉稳 打 打得不好 打得好 她柔声道 今天的事我事先也不知道 她是在我昏迷期间筹谋的 幸好有你 不然我们今天都要死了 幸好我赌对了 萧婷和垂谋看我 我娘说 你赌我肯定不知情 因为我即便帮您王 也不会用这种囚禁富人的下作手段 当然 我笑着道 你高风亮节品德高尚 这种事你肯定不会做 她嘴角勾了勾 见她面色柔和 我常常松了口气 她却忽然板起了脸 听李夫人说 你要与我合离了 不是 才一天的功夫 她怎么听说了那么多 没 没有啊 我不敢看她 眼睛四处飘 但忽然又觉得不对 将军 怎么还质问我了 我们合离 不是你的意思吗 萧婷和突然停下来 低头看着我 我说要与你合离吗 我嘴角抖了抖 嘀咕道 那 那你就不想 我给荣岳让位 你们都那样了 萧婷和冷笑一声 我和她哪样 你少糊弄我 我那天晚上都看到了 她嘲讽地看着我 你看到了 所以贴心地帮我们 关好门 那不然呢 难道我打进去 宋青央 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她怒目而视 那天下午刚说我好 要好好报答我 一个时辰后 看见她害我 你就贴心地给我关上门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她害你 那 那你不是心甘情愿地抱着她吗 我不服气 我心甘情愿是你亲眼所见 我被她问住了 你但凡多走一步 便能看到我晕在椅子上 若非云鹤进来 我 萧婷和的语气有些委屈 荣岳说 是你给她出的主意 教她在我茶里下药的 我没有 我大声道 她总和我说什么 将军对我好 不是因为我是宋青央 换成谁来 你都会对这个人好 我一时生气就呛她 说她没本事 抢个男人 就只会哭哭啼啼 萧婷和低头看着我 我也不甘示弱地瞪她 所以你信她的话 无论谁嫁给我 我都会对她好 萧婷和道 这话莫名其妙 难道还能因为你喜欢我而对我好 我们又不熟 我撇过脸去不看她 行 我们不熟 萧婷和将我放在马车里 车徐徐往前走 车厢里灯光晃动 将她的脸照得明灭不定 看不清喜怒 你这样的人 就不能对你客气 过了许久 她忽然出声 语气恶狠狠地 这一夜 我睡在床里侧 萧婷和睡在外侧 她从回家后就一直气鼓鼓地 我小心翼翼看她 她逆了我一眼 看什么 我笑着道 看你好看啊 就知道花言巧语骗我 我没有 我小心推了推她 你别生气了 这样看上去很凶 她深吸了口气 翻了个身 和我面对面 你还怕我 你这种没有心的人 还会害怕 这语气 一点也不像萧婷和 倒像是小孩子在赌气 将军萧萧气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你既不娶荣月 那那我还做萧二夫人呗 她笑了起来 语气十分委屈 做我夫人 就让你这么勉强吗 我错愕了一下 又盯着她看了几眼 确认躺在我身边的是萧婷和 不是别人 便坐了起来 我不委屈呀 我很乐意的 真的 她白了我一眼 我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将军 我推了推她 她翻了个身 我探个脑袋盯着她的脸 将军 她不理我 夫君 我凑上去 笑着道 夫君别生气了 都是我的错 我当时应该救你的 她表情和缓了一些 忽然翻身过来 我被她撞了一下 胳膊一软跌在她身上 我手忙脚乱地爬起来 但腰上却突然一中 又被她拉了回去 我便完全趴在了她身上 她脸薄红 宋青秧 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点了点头 我有啊 谁能没有心? 哼 我看你就没有 将我推给别人的时候 不犹豫 我夜夜睡不着的时候 你每天还是开开心心 恨不得立刻合离 插翅飞去江南 她居然连着都知道 我摇着头 表忠心 我这不是因为误会在先吗? 现在误会解开了 咱们还和以前那样过 夫君 你对我好 我会报答你的 她勾了勾嘴角 怎么报答 我一愣 她忽然将我裹进被子里 我贴在她怀里 她身上如火炉一般 熨烫得我手足无措 静谧的夜里 只有我和她的心跳声 你 你 你想怎么报答都 都行啊 我也紧张 要不 给你生个孩子 她捏着我下颌 盯着我眼睛 是要生个孩子 这样你就不会天天算计着逃走了 我没有 我的话没说完 便被她稳住 她身体很好 一点不像大病出狱的人 我气得掐她的腰 她才意犹未尽地歇下来 宋青秧 她搂着我 声音很轻很柔 不是谁来冲喜 我都会留着 而是因为冲喜的人是你 我才会留下来 我敷衍地呕了一声 你不信 她问我 信信信 我点着头 没关系 这世上不是什么事都要说个清楚透彻的 我错看了萧婷河 有的人表里不一 她说她从一开始就能听到我说话 想着这女子是谁 叙叙叨叨个没完没了 后来又听我总说她爹娘坏话 又说荣岳坏话 让她帮我报仇 她又觉得我有趣 更让她惊奇的是 我居然在她耳边拨算盘 告诉她 如果想赶我走 就要赔付二十万两银子 她说 我是满身心眼资的狐狸 看着聪明灵力 胆子大 实则视力眼 胆小还怕事 她说她第一次见到我这样的人 开始好奇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所以一开始你还是因为负责呀 荣岳没说错 我打了个哈欠 又累又困 一开始就不是因为负责 我岂会拿我自己一生的幸福去负责 你已提了二十万两愿一走 我为何强留你 是我娶不到妻子吗 我被她掖住了 她这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在京城 她若想娶谁 乐意的人屈之若鹜 不乐意的人也不敢拒绝 你呢 就知道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越说越委屈 我又哄了半天 想了想我开始说自己的凄惨身世 嫡姐拿针扎我眼睛 我不让 然后我们就打了起来 父亲和嫡母知道后 就将我吊在横梁上 三九天特别老 我以为我活不了 后来我就知道 当自己没有本事和能力的时候 就不要逞强 夫君 我遇到你真是我的福气 你可别欺负我 我很可怜地 她正住 将我搂在怀里 久久无言 我暗暗松了口气 第二日我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房里了 翠娟风风火火地跑进来 小姐 小姐不好了 怎么了 我腰酸背痛地 艰难地回她的话 老爷被降职外放了 说是很急 这两天就得启程离开 周公子也是 圣上说她有本事 让她去领南了 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笑着道 真的 嗯 夫人这会儿就在外院找萧老夫人求情呢 还说想见您 但被萧老夫人打发了 我坐起来 欢呼了一声 又道 那条狗呢 对 对 还有狗 狗在外面 她刚说完 我就听到院子里有狗叫声 我披着衣服就开门出去 果然看到宋清禾的那条狗正趴在我院子里 呵 我指着她 没想到吧 你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 这么胖 够顿两锅的了 狗子的眼睛都瞪圆了 乌夜一声跑过来用身体裹着我的腿 仰头望着我 一脸的狗腿呀 求我也没有用 让你以前狗杖人士欺负我 汪乌 我太开心了 昨晚的疲惫一扫而空 萧廷和恰好从院外进来 我盲收了笑意 踢开狗姿 过去抱着萧廷和的手臂 夫君你帮我报仇了 你真的太好了 我这辈子都会好好报答你的 萧廷和看看我 又看看裹着我腿的狗姿 笑了起来 这狗 看着很眼熟 萧廷和回了房里 我莫名其妙 翠娟指了指房里 又指了指狗姿提醒我 小姐 将军好像在说你和狗姿很像 就你聪明 我白了她一眼 踢开又凑上来的狗姿 她皮厚得很 又凑上来跟着我摇尾巴 我盯着她看半天 扁了扁嘴 给你换个名字 以后你就叫狗肉 狗姿乌叶一声 我大人大量 饶了你一条狗命 我甩着膀子回了房里 夫君 你要换衣服吗 我帮你啊 腰不疼了 疼 不过为了夫君 疼也是快乐 萧婷河转过来帮我解扣子 我捂着衣领惊恐地看着她 萧婷河大笑 戳了戳我的额头 换衣服和我进宫 圣上要见你 你早说嘛 我松了口气 我跟着萧婷河进宫 圣上赏了我许多东西 还亲自搬了赤风告命的圣旨 良妃和大难不死的淑妃也送了好些东西来府中 过后两日我忙得脚不沾地 因为那日在昆宁宫的夫人们都合约好了似的 一个个都登了门 萧老夫人待我也不似从前 语气柔和了许多 以前的事我也不计较了 往后你和廷河好好过日子 照顾好她就行了 我并不在乎她的态度 因为我吃的不是她的饭 夫君今儿怎么不去衙门 一早我醒来 萧婷河竟在房里办公 不想去 她扫了我一眼 你不是想去别院泡温泉 我们今天就启程 我惊讶不已 你不忙吗 事情忙不完 她放了笔 拉着我起来帮我穿衣服 我问道 就我们两个人吗 她垮了脸 我们两个不行吗 你还想带着谁 没有 我谁也不想带 她高兴起来 我才知道 萧婷河很黏人 只要没事 她就在家里跟着我 我做饭 她坐门口 蹲在门口的 还有那条狗 那破狗贼得很 跟在我身边 叫都是压着声音叫 但翠娟说 只要我不在 她冲着别人叫得可大声了 年终的时候 有人给萧婷河送了两个风鱼的美人 萧婷河晚上领回来 我第二天就将人送走了 她笑得很开心 吃醋了 我点头 是 往后谁再给我夫君送美人 我就给她夫人送面首 她坐在桌边看着我 一脸满意地笑 这男人看着胸 但真好哄 我得认认真真地哄她一辈子